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向左文第五节时间 其实在官方立场来说 永远都觉得这一群 例如蔡延川的居民 可能是一些叫做知识分子 甚至是一些叫做旅游家 即是说你其实是阻振我 地球转在那里 甚至我们其实都理解到 政府为了要令这些运动逐渐消失 很多时候都用很多的手法 譬如说媒体上一面多的报道 抹黑甚至恐吓 甚至用一些叫做 英文叫做divide and rule 即是一些叫做逐个分化的方法 譬如说可能是孤立某些很激进的参与者 然后就拉拢一些 可能立场不是那么坚定的参与者 希望整个运动就这样散了 或者其实两位嘉宾 在今次整个运动里面 其实都面对很多的一些困难 可以分享一下 譬如说会不会 我刚才所说的现象都有出现过呢 或者呢 都有出现的 政府就是说 其实蔡延川关注组 其实是代表着整个村 大概五百多个居民 那我们自从事件发生了之后 差不多每一个 每两个礼拜都会开会一次 每次出席都有五十人 那现在已经非常之频密 每个礼拜都会开集体的会议 其实蔡延川关注小组的认可性 根本已经确立了 但是在我们和政府的沟通里面 我们觉得他对我们这个关注组的认同和确立 是没有做到一个对口的单位 所以乃至到沟通是有障碍的 第二个都很明显的 政府开始急着获上的蚂蚁 比如说举个例子 邮成武就是房屋和运输局的副局长 在媒体里面已经说了 他其实很多次都是我们村民形容 他就是叫偷鸡摸狗地下来 就是逐个村民见 亲切一下他们 博一些传媒 对我们来说 我们很坦白的 已经很早的诉求已经说到明 我们整条村的诉求很简单 就是不遷不拆 那你就当跟我们沟通的时候 麻烦你摆出来的就是集体诉求 集体处理 集体跟我们见面 这方面我们觉得政府在这个地方 完全是令到村民有忧虑 令到不愤 其实刚才你也说过一样 就是无论郑宇华或邮成武 都没有直接跟你们接触 其实你会不会想 为什么这两个其实都很主要的负责官员 好像很刻意避免你们 这个我不是很懂得回答 这个可能阿朱埃迪会好些 对 或者说一点点 对 为什么这么怕呢 会不会是怕应付不了他们 他们的公关技巧不够 所以怕应付不了你们 一些很尖弱的问题 或者质询 我都不是很明白的 我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要逃避到这个地步 既然是很有趣的 虽然他真的没有一个清清楚楚 和村民有一个交流 或者开会的机会 但是他又会透过一些公关的操作 令到市民觉得他有 譬如说 譬如说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路过了蔡元村 接着你知道一些新闻官 即是新闻署的摄影师 就会把握每一个机会 就是拍到一些照片 就是好像史大林隆那些群众 或者毛泽东和群众的照片 就是有个亲切的表情 去显示 其实他是曾经有接触的 疑似有接触的 疑似有接触的 我觉得这件事也是挺有趣的 就是说在这些公关的策略上面 其实香港政府 大家可能都有过这样的印象 就是这几年 所有政策都不再存在 所有政策都不需要再认真地 这样去有个清晰的辩论 只需要在公关操作上做得好 就好像已经处理到了 那他这两个人可能都觉得 在这件事上面 因为地铁据称是 香港有数的精英的公关企业 所以可能他觉得地铁 因为地铁其实都承担了很多 这件事的公关工作 很多时候都是地铁和关注组去接触的 反而是 这个就是可想而知 那我想另一方面 就 譬如我想提到 譬如你说分而自知那里 其实这个 反过来说 反而看到蔡元村的村民 是相当厉害的 就是那个团结性 是过了十个月 一种长期以来被发誓也好 或者是政府很多时候 在那报纸放风 他们都其实没有觉得 我没有觉得他们受这些 这样的噪音或者扰乱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反而 可能现在大家才会看到他们 穿整齐的制服 绿色衣服 虽然你知道 对手是很多这些公关策略 或者分而自知 他们实在会做 很明显的了 但是如果这个运动 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我想都不会有那么多人参与 或者村民都不会真的有信心 去将自己的精力 去摆在里面 其实你刚刚说回 如果组合媒体 譬如说 如果我最喜欢接触报章 可能是一些政府 基本上已经预备了一些材料 然后基本上是 如果你说 和政府关系比较密切 可能就是用一些 可能刚才所说的 郑义华路过这个蔡元春的照片 如果是和政府关系比较密切 可能都多一些报道 但是其实 因为始终不是一些 很值得 报道的一些 可能是一些材料 所以其实都不是大兵符报道 但是你知道现在互联网很发达 其实你有没有 今次都会用很多 譬如说可能是Facebook 互联网 希望多些人关注这个事件 其实大部分 都是要透过互联网去散播讯息 你知道 现在我们主流媒体的情况就是 它有两类 一类就是 在一个主旋律上 它不可以反对基建 或者不可以反对 讲心讲融合 所以 它是 可能在细节上面会帮你 或者在细节上面会听听你说话 另一类就是 再夸张一点 另一类就是完全是归了边 归边的就是 它是用它的版面去促成这件事 或者借着这个版面去打压一些抗生的人 所以对主流媒体的寄望 其实反过来 它只是可能要把握它有某些空隙去突袭它 譬如说 有个这样的鏗窗集 我觉得鏗窗集 好像都觉得它是 我可以透过游说 令它觉得这件事是有其他的样子 那我就去游说它 游说它 因为它是在翡翠台播的 所以我就因此透过特集 互相集就令到翡翠台有三十分钟 突然会说这件事 其实所有的同学都不应该说这件事 或者其实你看到翡翠台最主要就是 官方那种主流论述就是 一定要起 不起的话 就落后于大中华经济发展 然后不起的话 就好像你和广东站对着干 很不计输 所以 接着再到你的问题就是 真的现在我们在说 没有办法再 就是说应该是 我们又不是说一种对立 但是我们一定要 就是如果从事民间媒体 是有一个好像当面向的策略 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只是 要用譬如说某些渠道去散播信息 而是说当我们其实把握这件事 多些的问题或者那些细节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以一方面 我们又散播信息 在这些民间媒体 另一方面我们借着这些信息 就是我们又去和议员民意的代表去沟通 再第三方面我们又试试 在主流媒体里面有没有特杂的空间 就是这个是民间媒体 所以不是说我坐在这里 就是譬如我是独立媒体的编辑 我只是在独立媒体里面说这件事 我就不在其他地方了 反而是争取每个机会 去在我这个民间媒体的位置做的 就应该多一点上来向左往 因为我们的节目其实流浪人数都不少 或者在大陆节时间 都想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其实在整个抗争过程里面 多不少可能都会被警方拘捕 或者甚至可能中间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们会不会觉得 警方对你们的态度 或者对你们这个处理 会不会是有一些围难 或者稍后那节目想集中在这一边 稍后结论 安葡营 成属 立憋 这是 仍然 UFO 尤其 拜拜 对 这 我